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视图创建 最大化显示 按G取消网格 F4显示边面 右键将其转化为多边形 然后在修改器列表中为它加入一个high end for毛发修改器 可以看到当前场景中的这个毛发它生长的是比较均匀的 我们可以进入它的导向线级别 可以看到当前场景中模型的每一个顶点都有一根橙色的导向线出现 而毛发就是在导向线之间随机差值产生的 导向线均匀 当前的这个毛发产生的位置也比较均匀 好 那么下面我们保留high end for 回到可编辑多边形 进入当前可编辑多边形的边级别 选择一条边循环使用移动工具将它拉向一侧 同样的方法依次对这个方向的三条边进行移动操作 把它放在一侧 然后我们选择另一个方向的边将它继续拉到一侧 现在我们就已经将当前场景中模型的表面的这个划分 线段的划分进行了修改 那么现在它的导向线的位置也进行了修改 它就在长在顶点上 顶点现在的位置移动了 所以中间这个位置我们可以预料到 它这个毛发生长的会很少 我们回到high end for 大家注意观察 现在场景中的这个毛发生长的位置都集中在导向线的这个新的位置上 而中间没有导向线的位置 毛发生长的相对于少一些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还想让毛发产生这种均匀的生长 我们可以继续点击底部的重置其余按钮 它就会将当前场景中的毛发不去顾及导向线的位置 而直接进行均匀生长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效果就出现了 这个功能非常的好用 在制作角色的时候 经常我们会把角色制作完毛发之后 突然发现它的某一些边对于做动画并不很合适 尤其是表情动画 所以我们需要对它的边进行移动 但是你移动完了之后 长在这些边上原始的毛发生长的密度就会发生更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重置其余 将它继续均匀生长在当前选择的面上 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再去更多的一些重复性的劳动 那么如果说我们对导向线进行了编辑 比如说我们进入导向线级别 然后使用笔刷工具 对当前的导向线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到 将它输向这一侧 同时这边呢 我们也让它往这一侧偏一些 我们切到另外一个使图 继续做出这种向两侧偏的效果 OK 同时这边也是 OK 好 现在明显就向外有了一个生长的效果 那么如果我们对当前这个效果编辑失败的话 我们编辑的很失败 想回到原来的效果怎么办呢 我们点击重生毛发 它就回到了默认的标准生长状态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有问题的这个毛发的编辑效果进行重制 然后重新进行毛发的熟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命令 OK 那么关于重制其余和重生毛发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